该死的野匪 我要将你们千刀万剐 子恒 大夫怎么说 大夫 说 说 大夫说 少爷眼睛希望不大了 凶义 谁巧的命 马上给我绑过来 老爷息怒 别气坏了身子 事情你也真是的 你大婚在即 你说你这个时候你搅什么匪呀 郡主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不愿意嫁过来的 孩儿已然这样 恐不是郡主良辈 望父亲 向九王府禀明情况 早日退婚 这是皇上遇刺的大婚 我岂能容你 那梅家几百口人的性命来玩笑 我让你去考科举 你考武举 我让你娶郡主 我让你娶郡主 你眼下 好 你这是要气死我是吧 老爷 一来 世贤现在受了伤 二来 世贤他也是不愿意 与九王府联姻 依我看不如 来 将郡主 许配给世元吧 对啊 爹 许配跟我吧 闭嘴 你个成天逛青楼 炮赌场的家伙 有什么脸娶郡主 爹 那至少我能看得见郡主吧 那不像是 可是与此的婚事 岂容你们胡闹 若是世明还在的话 还轮得到 你们这两个废物 大哥若还在 也不过是你的妻子 叛龙复方之勇 好啊 你现在敢教训老子了是吧 上家法 你 老爷 少爷他是口不自焉 事出有因 今天是大夫人的忌日啊 闭嘴 大婚在即 如果打伤了少爷 该怎么向郡主交代 司衡愿代替受罚 梅世卿 皇上赐婚 是良配你得娶 不是良配你也得娶 一个瞎子 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我